大家好,我是小玉老师 这一章呢,我们来看一下怎么去进行绑定手机号 这里呢,我们来看一下 比如说你输入一个手机号 然后呢,我们点击发送 大家来看一下这个页面吧 在管理后台这里呢 我们做了一个绑定手机号的一个页面 真正你点击发送的时候呀 我们到时候会调用这个接口 这个接口大家看啊 我们有个API-N API-N呢,我们来看一下网关城的配置 这里呢,我们API-N其实就转的 发到了通知中心,是吧 然后这个就对应什么呢 发送验证码 大家找一下 就到了这个接口 我们点击这个发送 到时候呢,会就会有一个验证码 发送到你的手机 如果你配着这个安理云的时候 然后呢,大家看一下这个Reddit的缓存码 大家看 到时候你就会收到这个验证码 发送成功之后呀 前端会收到一个这个K 其实就是一个UID 这里呢,把这个K呢 埋到这里来 然后呢,做一个倒计时 这个时候 你在这里输入这个验证码 在点击提交的时候 我们来看一下 掉了哪个接口 点击提交的时候呢 掉了一个用户系统的一个 API-U到用户系统了 里面一个绑定手机号的一个接口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接口呢 有几个参数 一个参数呢 就是你的手机号 就是输入了你这个手机号 另外一个呢 是一个这个K 就是你发送验证码之后呀 前端给你反 返回到前端的这个K 其实就是那个UUID 就是这个 这个UUID 还有什么呢 还有就是你填到这里面 这个短印的码 掉了这个接口 成功之后呢 我们就把token刷新一下 因为你的手机号呢 导致也会在用户信息里面 我们来看一下 距离看一下 这个后台这个接口吧 首先这里有些校验 然后呢 拿到当前登录用户 拿到当前登录用户之后呢 我们这里有一个 分client 这个分client 是什么东西呢 就是教验手机验证码的 那个接口 就是通知中心里面 有一个教验 手机验证码的接口 就是跟这个UUID 还有这个短印验证码 来教验一下 是不是一个合法的请求 然后呢 这里你看 如果说为空的话 我们就返回到验证码 错误 当然也有可能是因为 验证码过期了啊 然后这里呢 再做一个教验 什么呢 就是说 你传过来的这个 手机号 跟你接收到短信的 这个手机号 这个是接收到短信的 手机号 是同一个手机号 我们这里呢 就给它做一个 跟用户做一个绑定 这个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 比如你这里输入了 这个东西 然后你发送 点击发送 你收到了一个验证码 但这个时候呢 我们这里没有把这个 输入方禁掉啊 比如你改成了1 那你再点71 你收到的 收到验证码的手机呢 是15000 但是你要跟15000 要去做绑定 这个肯定是不行的 所以说 这个地方的一个教验啊 就避免了一个这个问题 所有的教验都通过 我们呢 这里真正做一个 手机号的绑定 其实呢 就是我们先查一下 你这个手机号呢 有没有 被别人绑定 已经被别的用户 绑定掉了 如果说已经在 这个用户评证表里面呢 找到了你的手机号 那么我们这里呢 也是给你返回 那个手机号 已经绑定了 目前我们没有提供 这个解绑的接口 如果没有被别人绑定 那么我们把这个用户 查出来 把这个手机号呢 给这个用户表啊 设计到这个用户表里面去 update 然后呢 再把这个手机号呢 作为一个用户凭证 插入到这个凭证表里面去 插入到这个凭证表 我们来演示一下 比如我这里点提交 它会输入验证码错误 大家看 点提交 这里错误是因为什么呢 是因为我们这个 k不一字啊 我换k 点提交 是不是绑定成功 绑定成功呢 大家可以看 其实就是 把这个 插入到用户凭证里面 把这个手机号 和这个usualid呢 做的一个绑定 在这个用户凭证表里面 那我们的退出 然后跟这个手机号加密码 就可以进行登录了 这一章呢 我们主要讲了这个绑定 手机号 其实就是 跟你你这个手机号 还有这个k 验证码 验证码 你是不是你的手机 然后如果是你的手机号 就给你做了一个绑定 这个逻辑很简单 主要呢 就是一个这个流程的问题 这一步呢 一定要放在前面 证码